另外說到核的威者能力 還有圖穿能力 我們知道俄羅斯很強 但中國大陸剛剛老師已經說了 東風31AG還有東風導彈系列 就已經證實 中國大陸核三位一體非常的強大 這個剛剛講的是導彈的部分 但是空中也很重要 轟20即將橫空出世了嗎 還有來看到是 還有一個大殺器 堪比轟20嗎 兼轟26關島殺手來啦 這個我自己形容 它是結合了轟20加兼20的優點嗎 第一個它起飛重量達50噸 最大航程6000到7000公里 最大載彈量15噸 超級轟炸機 然後這個外型科技感 五尾三角翼的搭配 然後這個氣勁道都非常的厲害 所以它可以怎麼樣 潔面積很小 雷達很難看得到它 以及就是隱身性很高 又能精確打擊 載彈量很強 航程擴大作戰半徑等等的 然後這些數字也提供給大家 兩台的涡扇15 然後油耗很低可靠性很高 兩馬赫速度超音速的巡航 所以將軍你怎麼看 這相關的一個數字 我個人認為說你講的沒錯 它確實就是轟炸 轟20跟這個殲20結合在一起 轟20的這個強項在哪裡 它是轟炸機可以吸彈量很大 然後殲20它是一款戰鬥機 那這兩款戰鬥機 不管轟炸機或者是戰鬥機 它們共同一個特點 就是隱身式的戰機 所以 兼轟26可以說融合這 這兩種戰機的優點 那第二個我特別要講 它就是為關島量身打造的 一架戰機 為什麼我想這意思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說你純粹就是轟20 你要去轟炸來講的話 你一定要有 護航的戰鬥機 你轟炸機來講目標很大 機動性不好 然後你自己本身 如果說沒有防衛能力 萬一 當然你是隱身性 那萬一碰到敵人戰鬥機來講的話 你可能來講就很容易被人家摧毀 那戰鬥機來講的話 你雖然有隱身性 可是你的這種載帶量不多 你的攻擊性就不大 對不對 你對地面的摧毀能力就不少 你就是護航的 我們知道這個殲20有一個特性 殲20它就是打空戰的 它就是高速空戰 它其實沒有什麼對地攻擊能力 它裡面你看它這個 空對空的導彈 空空導彈很強啦 不管是PT-15或PT-15 它都放在肚子裡面 對不對 打完以後 我很快速度接近你 你看不到我打 把你戰績打落以後 我就回來了 而且超市巨打 對 很遠就打到你 可是現在關鍵是什麼 如果說是要對付關島 你看它這個 它這個 它這個做這麼大 對不對 它可以帶 它可以帶 英級21 英級12 跟英級21 都可以帶 對不對 這種飛彈是什麼 對艦導彈 也可以對陸導彈 對不對 它掛在這種監轟26上面 那萬一我出去來講的話 我如果說碰到敵機 來講的話 我自己也有導彈 可以做空戰 然後我的隱身性 設計的也很好 所以我當然它跟轟20 有一點差別 轟20是屬於戰略性的 它主要是轟炸目標 可能是包括美國本土 更遠啦 更遠 一萬多公里 但是我現在 我打你關島 我不需要飛那麼遠 我只要能夠 轟炸到你關島就好 所以我認為說 監轟26 當然是第一個 它是針對關島 量身定做的 這種戰鬥轟炸機 這個俄羅斯有類似的 但是它效果不是很好 它叫蘇34 大家會經常看到 它那個機頭設計是扁的 很容易辨識 然後飛行員是兩個飛行員 它也是戰鬥轟炸機 它可以轟炸 但是它可以帶 這個大型的彈藥 總共設置一個掛點 可以彈藥 也可以做自衛的 這種空對空的導彈 但是它因為沒有隱身性 所以在戰場上面 損失狀況也蠻大 那監轟26當然是新款的 它不管是隱身性能 或者是速度 或幹嘛 都遠遠超過 這個蘇34的這種 這款戰機 那我想說 這款戰機出來以後 美國真的第二島鏈 大概 岌岌可危 那另外來講 還有一個國家 可能要插雷彈 就是印度 印度來講 它不是 我們剛剛有講到空軍嗎 當這個 他們印度自己一直在說 轟20會不會針對我們印度 不會針對印度 這個 監轟26對印度來講 就戳戳有餘了 其實 將軍還高估了 我個人認為光 殲20就戳戳有餘了 因為這個你又沒有 這個隱身的五代戰鬥機 然後你還在那邊光揮愛 中國大陸光是這一些 這個殲20就已經在日克澤機場 可以打你很方便了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這個是中國大陸大國重器 研發了300兆瓦 F級的重型燃氣輪機 真的是大國重器 點火成功了 那它等於每小時能夠發電 45萬度 等於北京居民每小時 總共電量的八分之一 所以F級是怎麼樣呢 也就是它的 攝氏度來到了1400攝氏度 是一個中國大陸主流 以及國際主流的輪氣級了 這種發現能夠 你知道科技上面 它如果說能夠抗那麼高的 這種溫度來講 而不融化來講的話 這種材料力學上面 確實是非常難 才能夠做得到的 但是問題是說 這種發電機 這種燃氣機做出來以後 如果說將它裝在軍艦上面 那就不得了了 對 那有什麼樣的意涵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福建號 就是主要就是 滿偉銘博士的全電 的一個中央電力控制系統 我發了這個電 很強的電 那我如果說是 船要前進的時候 我用全電推進 用電來推進 用電來推進 跟用渦輪發動 這個柴油機直接推進 那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 震動比較小 第二個 你不容易偵測到 我聲音靜音效果很好 你底下還有這些檢驗 你不見得能夠發現到 就像是我們開車嘛 對不對 你這個 我們現在電動車 如果你晚上要回到家的時候 你用電行駛來講 你就不會吵到鄰居嘛 那鄰居可以睡覺 你聲音很小聲就開進去了 然後開到自己停車位 就不會吵到鄰居 全電推進也是這個意思 那敵人的潛艦就不容易發現 所以這是第一個 如果說是全電推進的好處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如果有那麼大電力 我覺得如果 我們現在福建號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它電池彈射 它電力應該就夠 它夠三條的這種 電池彈射 電力來講一定是夠 那但是問題說 有一些護航的軍艦來講的話 你知道它就不見得有那麼大的電力 那如果說是055大駅 或052甚至054 這些護航軍艦 也可以鑽上這種 F-5級的重型燃氣輪跡 那它發的電量來講的話 它不是做電子彈射 它可以做什麼呢 這個我們講激光武器 激光武器就是要電 電力 電量就是要夠 那現在來講 大家一個很難克服的就是 你的發電量夠不夠 你發電量不夠 你的距離就不夠遠 對不對 如果說我電量夠 來講我距離可以更遠 那第二個是什麼武器 就是電磁炮 電磁炮來講的話 跟這個激光武器 雷射武器是不一樣 雷射武器是用光打出去以後 將敵人燒毀 然後將敵機或者是導彈燒毀 讓它墜毀 那電磁炮是用電的力量 把炮彈推出去 那射程可以打到100多公里遠 那如果說這樣的話 就可以取代很多飛彈的這種效果 因為飛彈來講 你自己本身要有燃料 才可以打出去 那如果說我用電把這個彈頭 這個推送到100多公里之外 我們就可以做到 美國的諸姆瓦特 本來也是這種理想 它一顆炮彈要100萬美金 它是炮彈 它不是飛彈 後來它發現說這樣 這樣滑不來 我100萬美金 我用飛彈就好了 我幹嘛要用這種 所以我們每次看到 美國的諸姆瓦特級的驅逐艦 它就把前面那兩個現在改成 就是用飛彈 它就不再用這種炮彈 對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 已經彎道或換道超車了 很多領域呢 其實發展的比美國還要來的好 廣告還繼續分析 記得按讚 我們說美國真的很愛呢 在南海來挑釋嗎 拉著日本 跟菲律賓抗中 現在南韓呢 你非常欺美 就你要來湊一腳 你真的是有這個底氣跟實力嗎 你關你南海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到 尹錫悦啊 他現在來看到 10月7號的時候 跟菲律賓什麼 雙邊簽訂戰略夥伴關係 你們兩個關係好就算了 但是呢 就被說你又要抗中嘛 加強國防軍事海洋合作 還有包括海警要合作備忘錄啦 還要樹立南海的海洋秩序 然後什麼南海的秩序 你不能過嗎 然後要確保航行跟飛行自由 你現在不能航行跟飛行自由嗎 都引發大家討論 你就是要抗中嘛 東盟其實呢8號到11號呢 在老挝手上萬象的舉行了會議 增強互聯互通的韌性 那但是呢 美國你看 這個菲律賓 加起來有6個國家在呂宋島 就台灣南部呂宋島這邊開始 進行演習 那你到底為什麼呢 還說不針對中國 哎呀你不要再演戲了嘛 還是跟澳洲加拿大 法國日本美國菲律賓一起來 這個很有意思 我先講一下下面這個 這6個國家演習在呂宋島 本來是沒有法國的 那本來是有一個國家叫紐西蘭 那大家會被訝異說 奇怪紐西蘭反而在這個 這個太平洋國家 它反而沒有來參演 它有要來參演 但是它軍艦沉了 對啦之前也有講 昨天那艘軍艦 來5700噸的那艘海底探測船 紐西蘭海軍軍力本來就不強了 海底很氣 美國一定是硬要我去 就害我還沉了 不然紐西蘭有必要去躺 我合理推測 那艘軍艦沉的位置 我昨天看了一下 確實是在往這邊航行的路中 那是不是因為來參加演習的途中 這個觸礁沉了 這個投機不成18米 反而自己上11艘 本來軍艦就已經很少了 那我推測會不會是這樣成的 那我特別要說韓國 影訓院不要再想 你甜品甜到這種程度 你自己還是要為你自己著想 因為中國對你本來就沒有敵意 這個兄弟之邦 韓國一直跟中國都很好 然後你這時候 一定要跟這個美國站在 站隊在一起 要跟日本站隊在一起 然後要採取這種強硬的對抗措施 搞到最後 你自己民調也跌得很嚴重 然後這時候你要叫 還有那個有包包爭議 現在來講的話 很明顯美國來講 他想要組織幾個這種 地區版的這種北約模式 第一個我們知道 已經有的是歐洲版的北約 那時候為了對抗華沙 後來法國自己講說 那時候北約本來就已經腦死了 因為已經那時候蘇俄 來講已經解體了 蘇聯解體了 俄羅斯也沒有很嚴重的敵意 那美國為了讓他北約 還繼續能夠生存下去 故意挑動一場戰爭 這是我們看到的 那現在來講在亞洲這邊 他也希望建立這套模式 可是建立起來建立不起來 我跟你講這一定是建立不起來 各國有各國打算 因為你如果說要建立北約 這種模式軍事同盟來講的話 有幾個國家你就 你國家來你就要犧牲很多事情 第一個你軍隊指揮權歸誰指揮 該不會是日本吧 還是要美國 我覺得是美國 一定是美國 日本想是他自己 我覺得是美國 那你韓國你要把你軍隊 指揮權交出來 韓國當然吞不下這口氣 對啊 我都已經讓美國那個指揮權 我們 我現在舉例來講 如果說北約本 如果說是 菲律賓攻擊來講的話 你韓國要派軍隊 過來參戰 那你韓國你軍隊就歸美軍 來指揮來參戰 那你韓國你願不願意 老百姓你願不願意 那日本來講大概是無可奈何了 可是我覺得石破帽來講的話 他目前來講 大家都說他要參加 其實我覺得石破帽 他一定反對的 他個人來講 他覺得說他不但要反對 他提出說是 你不要美國光到我們日本來駐軍 我們日本也要去你關島駐軍 他希望提升他日本跟美國是在平等 平起平坐的一種地位 在這種狀況下他當然不會去參加這個亞洲版的北約 然後將自己的指揮權 軍隊指揮權交給美國 所以我覺得尹錫越 這又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你光想這種方式來講 我覺得亞洲地區大家要取得安全 當然韓國這時候他有一個理念 他為什麼要搞這個呢 因為他擔心如果說是南海航路 或者是台海這邊來講的話 萬一兵兵兵戰會會影響他跟 歐洲這邊海運的航路會不會切斷 其實我覺得他是多慮了 因為其實能夠到亞洲區的路線很多嘛 然後中國來講也不會切斷你 韓國這種航線也不會切斷 所以我覺得你這時候純粹就是 被美國慫恿來參加這個路線 其實對你來講是不好 那麼多年了 中國從來也是把你當作兄弟之邦 友誼之邦鄰居的那種關係 那你不要自己在這個時候 主動要去挑釁中國 那對你來講反而是不好的 對啊 當年的時候 這個像薩德 就讓中韓的關係非常的不好 那現在慢慢回溫了 那你現在又跟美國站隊 對於你韓國好嗎 最近三星有些財報出來 真的粉很差 你看韓國搞這招沒有辦法救經濟 日本首相石破貓之前傳出來說 希望能夠什麼亞洲北約 但是將軍說應該不可能 因為你反彈力量可大了 大陸總理李強也要去東協峰會 當然就是不准你給我開什麼呢 這個組亞洲北約 因為你可以看到 亞洲北約罵的最兇的 其實是東盟國家 亞加達郵寶是一個亞加達印尼最大的 很重要的媒體 他就說我們拒絕亞洲版北約好嗎 日本不再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去年被德國超越了 東協成為亞洲第三大經濟體 僅次於日本 僅次於中國跟日本 然後石破貓你能執政多久 是個未知數 東協希望跟日本成為一個 可靠的經濟合作夥伴 不是軍事盟友 所以我覺得關鍵就在這邊 你說印尼他怎麼可能把他 軍事指揮權交出來了 對不對如果日本有事 那印尼要派軍隊去日本 幫日本打仗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我覺得亞洲這邊大家 本來就已經有很好的 一個經濟合作的一個體制 東協貿易體制 這個 那在這種狀況下 大家合作做生意就好了嘛 然後安全的事情來講 如果說經濟上面 能夠得到一個 互助合作來講的話 真的我覺得說是不可能 這個尤其是說 假如你要把東亞這些國家 拉進來 根本就更不可能 我們現在看到什麼 是中國在遼國那邊 已經完成了老撾鐵路建設 然後也甚至希望能夠 這條鐵路 像泰國延伸 泰國也希望是這樣 一直延伸到新加坡 然後越南那邊 也跟中國來講的話 雖然說有時候 會有一些摩擦 有一些矛盾 可是來講 現在越南 他自己要建設鐵路 也希望中國的 基建能夠幫助他 在這種狀況下 你說這些國家 怎麼可能會加入 一起聯合 跟美國這個 聯合起來對抗抗中的 這種角色跟地位 我覺得根本就是不可能 現在唯一一個想要抗中的 大概就是菲律賓小馬可 但他又沒底氣 除了這個國家之外 可是他自己又沒底氣 但美國現在就不得已 他為了要抗中 所以他把歐洲國家 又拉進來 我們看到這次來講 不管是 法國啦 加拿大啦 澳洲啦 這些國家把這些國家拉進來 甚至於英國 德國的這個軍業來講 也到台灣海峽來 什麼所謂的自由航行走一走 這個彰顯一下這個意義 但是如果在暫時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你能夠做得到 能夠穿越到整個這種 歐亞太平洋印度洋到這邊來 我覺得是很大一個問題 對啊很大一個問題 因為重點到軍事跟實力 底積越來越足了 譬如說很多領域彎道 換道超車 我們今天要講一下 是殲35 殲35的很多的好消息 或照片不斷的曝光 我們現在看到 這是殲35三號原型機 提前亮相了 它機身編號被看到是3503 好 垂尾上還有兩個數字35 另外就是說它是艦載機的身份 重點是這個細細把它拆解 才發現第一個 前面的起落架有加強的處理 另外還有這個 艦載機才會有雙機輪的設計 另外顯示殲35的艦載機型 也可能是滑越型的 然後其中要特別講的就是這一個 這個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就會發現它是個龍舶透鏡 我們把這張圖放大一點 讓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就是龍舶透鏡 但這有什麼樣的意涵呢 龍舶透鏡就是說 怕敵人家看不到它 我給人家看到 給人家看到 對 它本身是一個隱形戰機 如果作戰的時候 它一定不會裝 其實殲35有一次 跟美國發生遭遇 那時候說美國都發現到這個殲35 我那時候說 我在那集節目 我特別說 美國真是不講武德 人家掛龍舶戰機 你說你發現到這個隱形戰機 太好笑了 它就是讓你看 我就是讓你看 我不是要隱形 因為你要知道 平常的時候像這種隱形戰機 你如果 如果說你不掛龍舶戰機 其實對其他周邊的飛機 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雷達看不到你 這個其他飛機來講的話 我如果說一架民航機 我也看不到你 因為你是隱身性的 在我雷達上面顯示不出來 所以平常的時候 你必須要龍舶這種透鏡 來讓人家看到你 那這架很明顯是艦載式的 因為前輪它是雙兩個輪子的 那F731是單輪的 它雙輪就是電子彈射的時候 它這個彈力 力量要比它大 才可以承受出彈射 那尾巴來講 這個殲35還有一個特色 它有一個尾溝 尾溝就是降落的時候 它尾溝可以掛租 攔租鎖 這些都是它的一個特性 那這架戰機 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它是一架 這種是非版的 為什麼 你看它前面那一根 這個 肌頭前面那一根 空宿管 空宿管 這根空宿管 如果說是 如果說是陳軍來講的話 不會有這個 它就不會有這個 但是它還是有空宿管 它裝在哪裡呢 裝在翅膀或肌身上面 很短一截 那時候就會把這空宿管拿掉 所以我們看到這架戰機 它掛了龍舶透鏡 再加上它這個空宿管 還在前面 代表這個還是在這種 就是在 是非階段的戰機 照片不是說 這是最近曝光 但不是說這是最近的成果 所以說這是讓大家看到說 它之前在試飛的時候 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照片引發討論是 有這個龍舶透鏡 而且如果說仔細講起來 這架飛機還有很多特色 譬如說它的翅膀 跟FC31就不一樣 因為它是艦載機起飛嘛 艦載機起飛 你這個升降 升力來講一定要夠 那翅膀就要比較大 所以你看它這個翅膀 延伸到後面 這邊延伸到後面 對對對 那如果說是 F-C31來講的話 它翅膀就比較窄 就不用那麼長 它的速度就可以比較快 所以說每一種飛機的設計 都有它的優點跟它的缺點 那我們在用在什麼地方 我們用什麼樣的戰機 當然這相對我們就去看美國 美國現在就很糟糕一件事情 它希望說是設計一架飛機 陸海空山軍對不對 不管空機也用 接機也用 其實每一種設計都一定有它優點 跟一種長處在什麼地方 就像我們剛剛講說殲-20 它就是空戰對不對 所以它沒有 它後面那個噴嘴 它就不會向下 上彎來彎去 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然後這個隱形戰機 我上面掛了四顆飛彈 我打掉你以後我就回來了 它純粹就是空中 空中的這種殲擊機 對 很快我隱身攻擊到你 那這個殲-26 就是針對你的這種 關島來設計的轟炸機 我可以自己保衛 我自己還可以轟炸 那轟-20就是針對你美國的 所以每一種戰機設計 一定有它的 各種設計一定有優點 也有它的缺點 那我一定設計的飛機 是我 想要達到什麼樣的作戰目的 我做任務什麼 我來設計我所需要飛機 而不是你設計一個 會飛的東西 你用在所有地方 美國我覺得它現在發展 就已經朝向這方面 那就是你處處都想用 就是你處處都不能用 對啊 因為美國常常都是說什麼 我要坐這個飛機之後呢 發現說哎呀天啊 成本太高了 那我不想這樣子 所以只能閹割來閹割去 然後最後做成一個 為什麼呢 你們之前設計的時候 就是花錢如流水 不像中國大陸 穩扎穩打 各個飛機都有不同的一個功能 跟性能 這個呢是 這個可以看到殲-35 讓大家看到最新的龍泊透鏡 意思就是我要讓你看到 你才看得到啦 不然我沒有裝龍泊透鏡的話 你可能真的是看不到 好 那再回到上一張呢 說到了殲-35之外呢 殲-35放在哪裡啊 那就是呢 福建建上面嘛 那當然我們希望遼寧艦 這些山東也能夠有呢 滑越版的殲-35 我們先來看看呢 福建建現在 美國也是天天都在想要看它 派這個RCE-35去窺探等等 結果呢 它呢 這裝備的這個微博呢 引發大家討論 什麼叫微博啊 就圍了一圈嘛 這個呢就被說是微博 一體化圍桿創新的設計 大幅增強的戰場態勢的感知能力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為什麼要特別講 它的這一個 一體化圍桿有多難呢 美國的不是長這樣啊 美國被說的是曬衣架式 那中國大陸呢 是這樣 一體化圍桿非常簡潔 代表說呢 它的隱身效果好很多 那這個難度在哪裡呢 哎呀 請將軍幫我補充一下 中國大陸部分呢 一體化圍桿 面積達到48面的雷達 好 美國呢 之前生產的這個工廠啊 哎呀 也倒閉破產了 美國RC135 常常就在江南造船場 想要看看這個微博 這個一體式圍桿 美國其實人家也做得出來 不能說人家做不出來 它做出來這家公司 叫什麼公司呢 我把名字都講出來 叫戈爾夫波特公司 它做得出來 它做在哪裡呢 這個大家 我剛剛講 珠穆瓦特驅逐艦 就是一體式的圍桿 那為什麼他珠穆瓦特可以做出來 那反而福特號做不出來呢 因為這家公司倒了 為什麼會倒 美國就是私人企業嘛 我收到訂單我才做 那時候他收了四張這個 珠穆瓦特級的訂單之後 由於美國自己本身的軍工產業落後 再加上他沒有那麼多的國防預算 給這些公司新的訂單 所以這家公司就倒了 倒了以後他就沒有這個設計能力 所以說他後續來講所有做的軍艦 又是這種圍桿式的 那我特別要講說 你說圍桿式的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當然我們講說隱身性比較好 那美觀性也差很多 你今天如果說是我們選乳艇來講的話 我當然要圍桿式的比較漂亮 一體化圍桿 光美 美術感就好 但我覺得我講的是開玩笑話 但是我講一個很重點的一件事情 你就沒有更改的空間 你知道軍艦上面 我們現在講說相控正位雷達 現在新型雷達 它一定很多面向 我們36面 幾面 或幹嘛 當然你有沒有機會去改裝 你可以做出來這種雷達 可是你這種新的雷達做出來之後 你就裝不到這個圍桿式的 你就裝不了美國的這一種就對了 你就裝不了上去 所以美國現在就面臨這種問題 不只是福特號有這個問題 它的伯克級驅逐艦也是這樣 你說它現在可不可以做出 這個正控相位雷達 可不可以做出多面向的 可以 可是問題是說 你就裝不到伯克級的驅逐艦 因為你的圍桿已經那麼大 你要改進 你除非說整個圍桿 整個徹底拆掉 重新做新的圍桿 那成本又太高了 所以美國現在來講 面臨一個很難的一個困境 它的這些軍艦都已經面臨老舊 需要更換 那我們聽到美國經常在做一些什麼 就是世代更新 我換上新的裝備 換上新的電子設施 可是有時候你就必須先天上 受到限制 因為你的空間 你的電力 能不能夠支撐你做這些事情 像這種電子雷達 你要用的電力就很多 那如果說你原來設計的軍艦 發不了那麼多電 你的空間裝不了那麼多雷達 對你的戰力當然有影響 所以美國現在有沒有能力 去發展新的軍艦 我覺得現在美國現在國防預算 受到很大的一個壓縮的狀況之下 他想要做新的軍艦做不出來 那只有把舊的這種軍艦 繼續拉出來做改裝 可是你改裝 你可能有一些科技 可是你受於先天的不良 你可能來講改裝的 能夠達到的效果 也是非常有限的 對所以中國大陸才會後發優勢嘛 看到美國走的錯路 因此趕快改進 尤其美國現在也被說 像是華盛頓號航空母艦 被說大修等等 為什麼它焊接出現問題 連這個海曼里科佛號 它的這個攻擊潛艇 也被說焊接也出現問題 紐澤西號攻擊潛艇 也被說焊接出了問題 講到這三艘航空母艦 焊接出了問題 我就很擔心我們的海空 為什麼大家不要小看 軍艦上面的焊接 是很高的一個技術 你軍艦上面 你的鋼板是屬於後鋼板 是屬於專用鋼板 如果說像我們自己 潛艦來講 我們所用的鋼板來講的話 如果你焊接不好 在水裡面就很容易 受不了那個壓力爆炸 旁邊震波 那他講說這個華盛頓號 如果焊接技術不好的話 如果旁邊一顆炸彈爆炸的話 那個縫就很容易 這個這個裂開來 然後水就進去了 所以說焊接大家不要小看一個焊接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